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父老乡亲 咱们镇江一年一度的重阳擂台 现在就要开始了 好 好 好 今年和往年一样 谁先爬上擂台 踏到擂台上的五色彩球 就是胜利者 就能赢得今年祭祖的五色花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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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比赛 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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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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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秀获上 一个女儿家 没有一点女儿家的样子 老爷 小姐不是故意的 她不是莽撞的人 您哪 别往心里去 去 你把她给我叫来 小姐 老爷找您呢 我回来了 锦绣啊 你这又在搞什么呀 胡闹吗 我没有胡闹啊 这祭祖用的五色花糕 是缺席治病的好东西 娘 你吃下去之后 说不定病马上就好了 花糕啊 嗯 你去抢擂台了 要让你爹知道了 又饶不了你了 对了 娘 今天马叔叔从外地 运药才回来 晚一点我去问问他 有没有明珠姐姐的消息 有没有明珠姐姐的消息 不用问了 妈问过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有没有 妈这两天老是做梦 梦见你大娘 跟明珠姐姐回家了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生活得怎么样 十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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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儿家 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 成何忌妒 熊熊知道错了 对不起啊 爹 我知道你是为你娘去的 可是有规矩不能破 罚还是要罚的 还要罚啊 罚一定要罚 罚你今天晚上不准睡觉 好 去 给你凉菜合路 爹最好了 我就知道 爹 我帮你垂背啊 好 秀儿 你猜猜这是什么 婆婆饼 你 千万别让你娘看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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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我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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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陈老师 玉玉霞啊 爹 爹 快点快点 秀儿 这是怎么了 爹 他是我们邪堂新来的陈老师 他受伤了 你给他看看 快点 快 伤得不轻啊 这是枪伤了 老爷 你看 他有枪 这年头 有枪在身的不是马匪 就是逃兵 咱可惹不起呀 一旦粘上了 那可要闯大火的 秀儿 他真是你们学他的陈先生 是 新来的陈先生 好吧 既然来到咱们荣家 就是咱们荣家的病人 老马 把他抬到阁楼上去 好 等一等 一会儿啊 你把地上的血迹充干净 好 来吧 来吧 爹 你要干什么呀 子弹 在射箭体内一瞬间 会把外界的乌乌带进去 必须把子弹头挖出来 不然一旦感染 那就麻烦了 陈老师 别别别 是我 我是锦绣 我是锦绣啊 我是锦绣 他是我爹 你受了枪伤 别怕 我爹很厉害的 他帮你治病 别怕啊 锦绣 怀表 有一块怀表 有一块很重要的怀表 怀表 我藏在香河边的石头底下 石头底下 帮我拿回来 好 一定要拿回来 秀 甘露 好 谁呀 是他们 他们追过来了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不行 我必须离开这里 不然会连累一趟的 你现在 放心 我自己能走 好 那我告诉你 在我家后院有个强洞 你可以从那儿爬出去 好 记住 你没见过我 更不能说救过我 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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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底下 石头底下 找到了 好 报告长官 我们到处都搜过了 没有我们要找的人 你们是日本人 人到底在哪儿 先生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你说的那个人 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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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我说 我知道 你们要找的人在哪里 老马 老爷 您别怪我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了 说 说了我就放了他 后面有强洞 那个人就是从强洞里面走出去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可以放了我老爷了 我本来是不想杀你的 但是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秘密 再清扫一遍 如果有活口 一个都活 是 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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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走 我不要 小儿 快走 走啊 爹 快 别能走了 追 追 追 快点 上 快追 快 快点 快 快 荀 啊 怀表拿来了没有 锦绣 都是我连累了你 这个怀表你收好 在年初始之前 帮我送到上海的圣母大教堂 记住 一定要送到 我的家人全部都死掉了 那些黑衣人是什么人呢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 他们听到强声 很快就会追过来了 记住 一定要送到上海 可是 走 快走 一定要送到 上 走 快 报告长官 在山庭的尸体边上 发现了这个 秘密文件 一定在这个 钮扣的主人手上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这个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啊 厉害 放开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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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容小姐 昨天夜里半个阵子的人都来救火 可还是晚了 烧的 烧的什么都没剩下 这个鱼斑纸 是我从火堆里捡的 我看像是容老爷的 你留着 全当做个念想吧 真是太惨了 不知容家得罪了什么人 全家都没了 就剩下这么个女儿孤零零的 今后可怎么办呢 容小姐 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证据 我们上哪儿给你抓凶手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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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你们放心 女儿一定会查清楚 到底是什么人下的徒手 我要去上海 见到接收怀表的人 就能找到杀死你们的仇人 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 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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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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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子今天是来找人的 都把赵子给我放亮点 要是有我们的朋友在的话 那就多担待了 走 杀 这帮人如此声势好辣 要来抓的莫非就是他 他身上的血恐怕也是这些人干的 为什么他们好好的总是要伤害别人呢 跟我来 我知道哪里可以躲过他们 我不需要 我只是想帮你 前面有个关系室 门很隐秘 你在那边躲一下 应该可以躲过他们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不要再玩什么花样了 我没工夫和你纠缠 你给我道歉 我叫你给我道歉啊 你这种伎俩武剑多了 信不信我现在一叫 所有人都会给我来抓你 随便 你给我道歉 喂 你 你 你 让开 别在这儿妨碍我 好 不愧是左而已 不过 今天你的命 我可是要定了 想要我的命 自己过来拿吧 你 老朕 别动 你要再动 我就杀了这个女人 这女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杀就杀吧 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啊 你要是死了 那我会帮你守施的 你救我 快快来救 你生死了 修 怕什么 敢不要命地跳下河 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你别过来 你要干什么 还不赶紧擦干净 丑死了 看不出有什么价值的 你卖多少钱 谁跟你说我要卖啊 想接近我的女人不少 我给你一次机会 说吧 想要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你 好 你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罢 反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错过了你可不要后悔 神经病 公银二爷 公银二爷 二爷 二爷 你咳嗽回来了 还有这么不识趣的女人哪 居然该走在二爷你前面 你 你是不是聋了 二爷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尽管开个高价 不管你要价多少 你的怀表我都要了 你刚才就已经说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这个人最后一次机会还真多 我 这个怀表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卖的 哎 哎呀你好烦啊 如果你在上海遇到麻烦 就亮出这条项链 这是我左朕的承诺 左朕 你 又胡闹 又胡闹 在上海滩 还有二爷得不到的东西 多蹭什么 赶快上来 二爷 您平安回来 咱们就放心了 您不在这几天哪 那我们两个简直心机如焚哪 要不是你下了死命令 不让我们离开上海 我和他早知道镇江去找你了 二爷 药拿到了吗 丢了 这可麻烦了 冯先生那边 恐怕不好交代吧 怕他们干什么呀 非让二爷一个人去取呀 这摆明了是龙四的圈套 肯定有日本人在背后指使 是吧二爷 我 我还不是为二爷担心吗 去冯先生那儿 二爷 二爷 小姐 您去哪儿啊 我要去圣母大教堂 圣母大教堂啊 我知道熟得很 而且还知道一条进路 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把您给送到 来 小姐您请 是 是 是不是 左二爷回来了 老爷子 恭喜您 看来您这病很快就可以治好了 嗯 嗯 师父 嗯 我办事不力 没能把您的药取回来 什么 您左二爷多厉害呀 这全城海滩 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啊 您左二爷神一般的身手 居然连个药都没拿回来 居然连个药都没拿回来 是故意弄丢的吗 我甘愿受罚 谈什么责罚呀 我都这样了 以后商会还得靠你们 起来吧 我一定会找到更好的药 来抑制师父的病 说得好听 左二爷 我这儿倒有个篇方 就缺个药引子 不知道 左二爷肯不肯牺牲自己呀 这民间偏方有什么可信 不 老爷子好 那民间的偏方 那才管用哪 左二爷 左二爷 隔肉 喂药 啊 啊 啊 安达 我都这样了 哪值得你为我这条老命受罪呀 龙四 你这条乌龟王八蛋 今天的事绝对是日本人想害死二爷 要不然我们跟冯先生摊牌 别急 还不是时候 对了 二爷 殷绍从西洋留学回来了 向先生在百乐门办了欢迎舞会 邀请了几乎上海滩所有的名流 向公馆来电话问二爷您去不去 这么快 都两年了 二爷 您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废话 向先生的局 二爷能不去吗 请问圣母大驾堂什么时候到啊 马上就到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管你要讲多少 你的话一遍我都要了 你停车 别着急 马上就到了 你停车 喂 停车 你带我去哪儿啊 小妹妹 这么着急 干嘛去啊 你不要乱来啊 我会叫的 哎哟喂 还会叫呢 你叫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告诉他 这里是小爷的地盘 方圆玉璃地一个人都找不到 你叫的再大声一点啊 越大声小爷我越喜欢 救命啊 这么瞅瞅 还有几分自私呢 哎 说好的 只求财的 我欠你 给我 给我 这 这不是 祖二爷的项链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你认识祖二爷 看来他们是害怕这条项链的主人 那个祖二爷有这么可怕吗 如果你在上海遇到麻烦 就亮出这条项链 这是我左朕的承诺 你们两个连我也敢欺负 知道我是谁吗 要是让左朕知道的话 他饶不了你们 酷奶奶 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永远不是泰山的 你就放过我们吧 是是是是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就把我们两个 当个屁给放了吧 对 当个屁给放了 好啊 然而你们也行 不过 你们要帮我做件事 姑奶奶 别说一件 就是一千件 我们也答应啊 好 那你们两个 现在带我去找左朕 其实 我的身份是潜伏在黄埔商会的爱护会成员 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国家存亡之际 自当挺身而出 二爷 您看您这一身 不知又有多少姑娘挖空心思 往您身边凑呢 可是二爷 那个船上的姑娘到底是哪路神价 您的项链从未离身 您怎么就送给她呢 小姐 这就是宁愿 您您您 给我追那两车车 快点 追那两车车 快 快 向先生 还不欢迎我啊 沈老板 难得光临 那么久没见了 还是那么富贵 向先生 您是夸我还是骂我啊 人人都知道沈老板是上海滩的土地爷 谁敢骂土地爷啊 我要是土地爷 那您就是财神爷 您厉害 您厉害 还是您厉害 这个可恶的偷表贼 一定要他把表还给我 二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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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干什么的 看也不肯就往里冲 我跟着前面的人进来的 什么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多了 没有勤俭 不能进 我进去拿个东西一会就出来 那也不行 走走走走 他在这儿啊是 向先生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法国 费迪南先生 您好 你见过我吗 我没见过 但我听说 新任的法租界总领事 费迪南先生 昨天刚刚到上海 那你怎么确定就是我呢 那很简单 杨老板跟法租界关系匪浅 连他这样的人物 对你都那么尊敬 可见阁下的身份一定十分尊贵 如果我没记错 阁下胸前的勋章 就是法国的皇家勋章 皇家勋章 是颁给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 阁下的言谈举止 都充分流露着法国贵族的优雅 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项某只能自探眼镯了 来之前 就听闻上海华商会主席 项先生的大名 他们告诉我 项先生 是上海商界第一人 今日得见 果然目光如炬 令人佩服 领事太客气了 都是虚拟 听说 项先生的财富 如今多到了一个 无法算清的数字 这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 等我算清楚了 才能告诉你 里边请 项先生 项先生 项商还没有到 别着急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我走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想我呀 那是自然的 那是自然的 我们可想死殷少了呢 是想死我了还是想我死呢 若殷少死了能安分地留在我们身边 再也不去什么法国 那我宁愿你死了算了 我开开心心的 谈什么死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殷少 我们要干活了 今晚 就不能陪你了 好 别呢 你知道 这段时间 我要多想你啊 你呀 就别在这儿磨蹭了 一会儿的迎新舞会啊 还有更多的小姐们 等着你呢 我真的想死你了 听说你差点在路上被截杀了 是真的吗 放心吧 我没那么容易死 虽然说你天生有九条命 不过最近得小心点 龙死不会那么轻易就放手的 在上海 他玩不出什么花样 我只相信一个道理 小心使得万年船 盛丰的账目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你办事我放心 在上海滩 谁敢明着和你左二爷做对 即便是我 我也不敢得罪你啊 全上海滩只认识一个像先生 怎么又是你呀 你变着范儿往里冲啊 你记性真好啊 其实我跟左阵是认识的 我跟他拿个东西而已嘛 左二爷的名字也是你个香巴老能叫的 这这这这走开 再过来饶不了你 我告诉你 我真的有凭据的 我拿给你看 行行行行 闪一遍去 你们这样对待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 是不是不太绅士啊 你谁啊 我是她朋友 不好意思 请问你有请柬吗 我这有规定 没有请柬 那不能进 行个方便嘛 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进去的话 得罪了樱少 你们可就惨了 你跟他啰嗦什么呀 谁是樱少 樱少是谁啊 上海滩我们只认向先生 向先生说 今晚没请柬不能进 走走走走 你别去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我一定要带你进去 对了 嬴冬呢 刚回上海 不知方安哪儿去了 我这个弟弟 不好管 果然还在 看什么呀 上来 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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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拿人家衣服啊 借一下 我待会儿就还回去嘛 吃 嗯 转过去 哦 哈哈 喂 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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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谁呀 那么不张眼睛 对不起 怎么又是你 宠饮二爷 我告诉你 所振就是一个姐哥的 没有家人没女人 没女人 哪来得过你 我已经华中间 故女体专业 把表还给我 在你身上 表不在我身上 快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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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我